娜娜,什么重要的事非得要当着我妈面说呀? 孙大圣,我们谈了五年了是吧? 是啊,五年了,可你始终都不愿意嫁给我 我今天把阿姨叫出来,就是想确定一下我们结婚的事 那你的意思是,你愿意嫁给我了吗? 那我们上楼说吧 不了阿姨,就在这说吧,我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您能同意的话,我立马跟孙大圣临正都行 什么要求?是不是彩礼啊?你要多少都可以 不是彩礼,彩礼我一分都不要 不是彩礼,那是车子跟房子啊? 你说要什么,我们都能满足你 也不是车子跟房子 我图的是孙大圣这个人,那些身外之物,我都不在乎 那你的要求是什么呀? 是啊,楠楠,你有什么要求,你就直说吧 我的要求是,我跟我爸要一起嫁过来 哎,我儿子娶的是你,你和你爸嫁过来,这也不合乎常理啊 再说了,法律也不允许啊 阿姨,我的意思是,我嫁过来的同时,也要把我爸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这是为什么呀? 我现在的爸爸,其实是我的养父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亲生父母就把我抛弃了 是我的养父,他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 供我读书,我才有了现在的一切 他为了我,一辈子都没有娶妻 五年前,他在工地上出了事故 导致了下半身瘫痪 到现在生活都不能自理 他为我付出了前半生 我就得照顾他的后半生 今生今世,无论我在哪儿,我都得带上他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 如果我嫁过来,我就得带上我的养父 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宁可不嫁 其实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的 你们家条件这么好,找什么样的找不到呀 哎,楠楠,等一下 好姑娘,你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我不但同意,还非常认可你这个有情有义的好儿媳妇 对呀,楠楠,这都五年了 我怎么都没有听过你说过这些呢 我既然选择了你,就一定会接受你的全部 我没有看错人,五年了 我爸怕我因为他而找不到对象 所以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你一次一次的求婚,我拒绝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楠楠,等你们俩结婚了 我就把公司交给你们俩来打理 我退休了,在家也没什么事 你爸呀,就由我来照顾 正好还有人陪我说说话 还有,妈 我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 咱们家名媒正娶 三叔六聘,八抬大叫 该给的彩礼,该走的流程 咱们一样都不能少 毕竟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 对对对,一样都不能少 奶奶,我们现在就去把咱爸结过来 好,先给就去结 八少,你说我们在一起 他们会不会祝福我们呀 会的 因为应差始作庙 不毁一桩婚嘛 他们会用家号来祝福我们 会用小红心 来祝福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